天氣人熱來晚清涼的仙草米苔木 消暑又捷克 台北市大安區龍鳳公園 湧入大批人潮 要來參加在地龍勝旅 舉辦的端午佳節活動 免費的小吃 飲料 各式各樣的攤位 邀請民眾同歡玩樂 我有那個彈珠台 然後他很喜歡玩 說大家來看看這樣子 就是每次都是有吃有喝又有拿 然後又可以看表演 然後又有宣導這樣子 今天因為是端午節 所以就是帶小朋友出來走走 有仙草啊 爆米花啊這樣子 是有很多表演啊 然後也帶小朋友過來看看這樣 非常感謝各級長官 以及我們龍勝旅的各位林長 各位志工 及全體里民 大家熱烈的參與 我想端午節是中華民國 這個傳統的這個 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呢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邀請了非常多的單位 包括警察局 包括消防局 健康中心 也來做這個 子宮抹片檢查 三高的檢查 以及量血壓等等的活動 還有警察局呢 也來做防詐騙宣導 還有呢 我們也準備了客家的仙草 米苔木 油飯 還有炒麵 以及我們也買了很多這個衛生紙 一串八包 我們也準備了上千串 還有呢 乖乖 我們也希望大人小孩呢 一切順利 大家都很乖 都沒有事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龍森禮 我們沈鳳雲里長好好辦的端午節活動 大家看 真的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事實上 鳳雲里長 一直在這個我們龍森禮 還有在大安區 不管是對於地方事務 客家事務 還有對我們市政 都一直很熱情的參與 那選民服務也做得非常的棒 所以今天這邊也是跟大家說一聲 端午節快樂 謝謝大家囉 謝謝 除了逛攤位吃和玩樂 台上表演更是精彩絕倫 客家歌搖與二胡演奏 各個表演者散發五線的自行魅力 帶動現場跟著哼曲搖擺 龍鳳公園落成後 里長就常在此舉辦活動 讓黎明多一處休憩空間 凝聚社區情感 原先這個地方是要蓋社會住宅 我們跟前任柯文哲市長 建議不要蓋社會住宅 把這個地方改變為全國第一個 公辦都更 所以公辦都更的部分 把多出來的融機禮 移到蓋整棟給地主給建商去分 多出來的融機禮 就做一個龍鳳公園 就是今天我們辦活動的地方 送給我們龍身禮的里民 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里民就會感到非常的興奮 也非常的高興 不但如此 我們現在正在蓋的這些旁邊 也是我們公辦都更的另外一環 因為本來一塊地要蓋社會住宅 我們現在一塊地分著三個等份 一個等份 蓋為39層樓 給建商跟地主去分 多出來的融機禮 就做為我們龍身禮的龍鳳公園 接著我們也要求當時的柯文哲市長 把我們這個捷運連通道接到我們里內 現在已經緊鑼密鼓在趕工 可能年底或年初 這個連通道完成 我們不但有連通道 我們還有龍身公園大樓 龍身公園大樓地下四層 作為汽車摩托車的停放區 一樓作為U-Bike的這個停放區 二樓作為龍身禮的活動中心里長辦公室 以及三樓作為我們龍身禮的活動中心 四樓五樓作為展覽廳演講金 六樓作為老人日照中心 如果在不久的將來這整個工程完成 我想我們一定是全國最優質 最模範的一個禮 在此也要再次感謝我們龍身禮 高水準的禮民 長期對禮辦公室及我本人的支持 我們才有辦法在內政部營建署 來評鑑林禮向道 我們的禮獲得這個營建署 評鑑為全國第一個最模範的禮 在此也要感謝禮民至公 以及各位鄉親禮民 以及各位長官的長期對龍身禮的支持 沈風雲里長擔任十多年 持續推動地方活動與建設 與地方共好 記者吳永俊台北報導 是所謂的 勞的 1個 2個 3個 4個 4個 5個